今天那个春节的时候有一个节目叫中国教育人才的节目叫春天的七次约会 七次谈话节目我参加了两次 其中有一次叫我爱读书 他们一开始亮着一本书的 巴尔克兰军写的刚解释怎么练成的 然后我听了一对 我说这是一本法师的书啊 这是一颗团的书啊 我说那个巴尔克兰军是什么人呢 他是生活在苏联最黑暗的时代 大林 你这巴尔克兰军是生活在什么年代 最迟迷最黑暗的年代 结果他不知道 所以人家说你不知道啥 你制度了还干你怪 所以我们说巴尔克兰军他不坏 啥 就这么一傻小子 他要抵上天的 他要走那条路 人家再回来 那条路是干嘛的 那条路就是流放苏联恶人的精英 到西伯利亚受苦受难那条路 巴尔克兰军完全不知道 人家说你知道你应该办公 不知道你应该啥的 你应该扣玩 这啥小子 那得病他都不卸着 你们说你招什么急你 老乡长一开 苏联各的经济 就搞西伯大叔辛苦 就这么一傻小子 他居然要解放全上的 你们说哈小白吧 他用他的价值观 来查看你 就在解放 共产党有一个创始人叫李大钞 李大钞有一个名言 叫施胖未来的 环球对境是窒息的世界 为什么 他的诉求就是一天红是美的 于是在文化大面的时候 北京的红卫兵称之为塔利班 原教旨主义者的学生兵就叫塔利班 红卫兵就是这个意思 在北京西南一条大街 拿油漆红油漆两侧墙 窗户门全上红 干嘛搞红卫兵 最近你们都是波兰的总统 一共齐不是人 坐飞机全省 他们麻将你统治的吗 当时二战的时候 西特末 德国的西特末跟 前苏联的斯坦林 他们两个人一合伙 把人家波兰这个独立主权的国家 给人灭了 刮分了 一半归德国 一半归同联 所以说呢 他们呢 就把人家搜索 这个波兰的战俗 是吧 也就是波兰的各 一个类的精英 以后两万多人 让斯坦林全杀掉了 杀掉了 他真是不决 怎么办 他把呆当 他把这个事 推给西特末 是西特末杀了 当时我们都信 看西特末画张 把他杀犹太人还不说 还杀人家波兰的 各类的精英 实际上现在告诉你 根本不是人家 西特末杀的 是斯坦林办法 现在 俄罗斯的前总统 现在的总理叫普京 包括现在的 他的总教 没得给接骨 人家把秘密答案 接近一百万页 给了 我来杀人 就是我们这次的 所以说普京 普京总统 他还给 那个此刻那几万人 是吧 下跪 单捕下跪 现在发现 那么波兰人 这俄罗斯人 是觉得有这个 所谓的 这个历史上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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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困 所以说这次呢 人家就非常的 重视 弄一帮人去干 干 没想到 又死了 但是这次 的意思 不是俄罗斯的阴谋 实际上是那个总统 据说 是那个总统 他比较 要面子 因为降落的时候 赶上天气不好 分行员呢 人家俄罗斯就说 你别在那儿降 你降别的就好 结果他这飞机 降一次没肉了 降两次没肉了 据说降了四回 降了四回 你降不了 因为浓雾等等 那人建议你 你走 但是据说 这个总统 说就是这样 那你说 陈远元怎么办 讲最后 啥啥 所以这次 大家就说 不是俄罗斯搞 阴谋鬼机 不是 这次就是一个事故 但是据说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家 专机也比较老了 人家就说了 你总统的专机 你拉了好几十个 都是国家的 重要干部 你不可以 弄一个新的飞机 人家波兰 英国主义 波兰是明显总统 人家是人民的 所谓公土 人家说不花 不花了钱 为什么 老百姓还 还不太富裕 我们作为人民的公土 我们的钱 我们的命就这么值钱吗 那么这些主人 他们的命就不值钱吗 人家主乃 真是好事 你要在我们国家 我告诉你 那最好的飞机 我告诉你 钱是三国二国 他们虽然叫 人民的公土 实际上他们讲的 一般我提自英格 上北 上人大 跟上各来 我走到常人街 他说 天 我说怎么了 人家干什么了 大公府要出来 我说我们都是主人 不是说我一是主人 我们这两边都是主人 我们得上班下班 对 我们得上班 说主人你忙 我们主人不忙 你的主人 我们得给你让道 这叫什么道理 后来我说 我推自英车 从天强过去 因为你们那马路上 还没人呢 没人我从天强过去 不许 我说什么意思 是吧 我说我要上歌 这有点 你们突然间给戒严了 都走了 你不让我过 我从天强推的这些事 过去重不成 我说我也不行 是吧 我这包里的 你看什么也没有 我也过一包 走到天强 帮你扔一炸大 男人不成 对不对 人家不跟你讲 你说我是执行公务 是吧 就是这天强 就是不能过 有人行 人行天强 就是不能过 讲到你们 都等到二十多分钟 他车点呜呜呜呜呜过来 我们打 dura就等着 这一些主人 给普人让道 他还闹著普人 我还闹著主人 绝对就是假 扑导 我跟你讲 波兰 ordinary新代 对不对 一个无论 波兰是真的 包括瑞典 瑞典的首相 到外的出去 被干掉 是不是特别人就说 你首相 你怎么不带保镖 你怎么 就积四营 wrestle 你怎么 就做工计较 就给你配保镖 人家死了 让歹典给砸死了 人家瑞典的首相说了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 人民是主人 主人的命难道不值钱吗 你们这些主人出去当保证吗 你们不带 我们带 最后十年以后 瑞典的一个女的部长 阁源可能当下人首相 去挂山殿大了 又挂点歹典 又给砸死了 人家瑞典人家说 这可得配了吧 是吧 人家还是贵了 不配 我们要增加那是人的负担 对对 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对吗 改徒应该在监狱 精神病应该在精神病医院 因为我们政府 你们那时掏了钱 我们政府就应该做 对吧 政府我们没做好 结果精神病啊 没在医院 跑出来了 改徒啊 没在监狱 出来了 结果我们放上 把我们弄出了 那我们就得管制 我们的工作没做好 我们绝对不能这么自私 我们配着保镖 对对 反正我们没问题了 你们这些主人 谁倒霉 谁放谁倒霉 你要放上一个精神病罢 把你看了 你听见听见 对对 所以说这 我说这话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基本冒人日报 曾经登国 都是法国 法国总统叫萨尔克齐 五年 选立极大 他是总统制 萨尔克齐 作为民选总统 到一个工厂 跟一个主动身手 跟一个 这个 普通的工人 不熟 这工人呢 不知道怎么搞的 瞧不起他 因为萨尔克齐呢 这个婚姻 性比较狠乱 他老 他老 他勾搁的女子去 就是吧 他在人家 从来的婚礼上 他就把新强子给搁的上 所以你说 法国人也多浪漫 你说你们俩 自由恋爱 自由结婚 婚礼上 他就从心出墙了 你说那两个 三天也在出墙了 对不对 婚礼上 他就 他就看着萨尔克齐 萨尔克齐 谁跟他丈夫 跟朋友 他就说 当然萨尔克齐有魅力 人家当法国 但是你们也太浪漫了嘛 所以呢 人家老些法国人 对于萨尔克齐 婚姻幸福不满意 于是他在握手的时候 那个普通的故人 说什么 别跟我说 这话 其实不理大王 但萨尔克齐呢 也是一条好汉 对不对 你骂我 萨尔克齐 网上就说 你这个倒霉 吹的 你做的大问题 总总 总总 跟一个普通的 会骂 在我们外人看 这是不可思议的 一边中国 说一个总统 一个总理 给你握手 你敢说 别搞我手弄脏了 不要说总统总理 就是咱们校长 给你握手 你又不敢说 别搞我手弄脏了 你先搞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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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不就这样 这边人家 也是登在了阎晨尽 老大门就说 说你看我们中国 要想变成一个公平的社会 认识任何道理 我们中国人 如果有个大伙 伸手给你握手 那觉得是绝对激动 伸给俩手 伸谁握 人家伸一手 他俩手握着握 那是考驾 笑手落惊 所以他的心态 就不是公平的心态 当然我刚不认识 这个事就是没礼报 人家给你握手 你告诉你 别包手弄脏了 这是没礼报 人家是 人家是总统 人家给你握手 你就握吧 你干嘛 这么说人家 但是这个问题 它不能提倡 但是这个问题 你可以理解上 什么 这家是公平 你三十公平 你也是一个公平 你当总统了 我没选你 因为萨尔夫妻 得选票是53% 47%是选给罗艾尔夫人的 因为你47 他53 所以他比你多 还得当总统了 所以这个人很久都没选过 但是说在你就是不选你 你不能入 你说一包手弄脏了 所以这话是过分 但是从那个角度来讲 人家人家挺能 他不像中国 中国都是八民 你们都是吧 就多的是草民 小民 雕民 泡民 渔民 所以都说你是农民 市民渔民 我们中国最切的就是公民 什么叫公民 自由和负责人 自由和负责人 所以你说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 就是这样 是吧 那么从温家宝 从我们的政府的报告 温家宝说了 马自立的精髓 是吧 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 和全面的得到发展 这就是马自立的精髓 所以温家宝说了 我们的一切工作 都是让每一个人都过上 有自己的生活 这就把听众忙不来了吗 听众忙不来了吗 这就还有毛病 你们听说了吗 让你有尊严 我让你有尊严 哦 我让你有尊严 你有尊严 你温家宝 你要不让我有尊严 我就没尊严 那让都用错了 他应该改成 作为政府 应该依法执政 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我们作为政府 我们要趁到情绪 让每一个人都能 做得到尊严的时候 他改 他说的让 听到吗 还是居多临下吧 你显然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躺到人家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天行见 君子当 自强不息 你让我 我就有尊严 你叫不让我吗 而且你凭什么让我呀 对不对 你这人真的痛苦 你说我人一不然 我让主人有尊严 别说你们家 不为保姆 那保姆说 让你有尊严 你听什么意思吗 你今天话有毛病吗 有毛病 但是温家宝的意思是对的 我承认他的意思是对的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兜丹小兵 叫允许一部人先赴 这话也罢了 你允许我们 我们就先赴 你要不允许完了 我们就不能处 你是什么人 你不是人民的民主宝 土人说 允许一部人先赴 这什么看 你要见到什么滑稽 你想这道理啊 对不对 我们人们那边雇一个 比如说 这个农民工 农民工跟校长说 我允许你先赴 你这什么事 校长说你这有毛病啊 对不对 但是你注意这实际上就是本质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要想由八民变成两民 什么叫两民 国民和公民 公民就是自由和负责任 我一代的说 公民在以前叫贵族 中国确实就是贵族 什么叫贵族 平常不流汉 关键时候必须流血 因为这种人 也就是对这个国家 和对这个民族负责的人 我们称之为贵族 流汉的不流血 你注意 人家平常给你干活流汉 村里有一个打仗了 要玩命了 人家不去 村里有一个定层炸弹 谁去排 手一舵舵 炸得腿身贵骨 这种活 必须是贵族和贵族死地区 但是你流汉的不流血 人家说 平常我给你干活 这事我不去 所以说贵族 我们说的真贵族 我们提前的事呢 是假贵族 什么叫假贵族 伪贵族 伪大 假的 平常不干活 关键事也不流血 还见欺负穷人 人家说那叫贵族 那叫人渣 人家说 中国最起的就是贵族 什么叫贵族 自由和负责人 但是贵族这里头不好用 怎么办 改成公民 这二代以后 尊尊都叫公民 但是我们中国呢 我不说那么 处在精神分类状态 你们知道 公民身份证 你们拿出那身份证 那叫第二代 第一代 居民身份证 居民身份号码 第二代 居民身份证 翻过来 公民身份号码 这叫精神分类 什么意思 这就是一个地方 说为什么你 前面是居民 大家都是居民 什么意思啊 你老改释放了 你在这住着 你就是居民 但如果你被 国得证的权利三年 这三年你不是公民 你没有权利权 被权利权 等等 公民权利没有 一个外国人 你在这买房子了 你在这住下了 你就是居民 你是公民吗 你又不是公民 因为你没 你不是中华人民国 你没入籍 所以说公民 是法律概念 居民 它是一个生活性的概念 所以它叫第一代身份证 叫居民身份证 居民身份号码 可以 第二代叫居民身份证 公民身份号码 注意 但是你还一直来这一点 第三代身份证 你注意 必然是公民身份证 公民身份号码 人家挑了忙碍了 公民厅 别人变号 我又不是马 我又不是李股都砌号码了吗 最后 人家 这次人代会 人家提出了 公民身份证 反过来叫公民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可以号码 公民你怎么能有号码呢 现在我们就是公民身份号码 今天 你说 推动慢慢的 我们中央再转型就在这 由一个八名变成两名 变成替我和负责任的公民 就是你要说讲述个问题 大概就是这就是问题 去年年多犯罪叫费 费费怎么来的 这叫潜规则 什么叫潜规则 中国从底层往上层 叫人的随直流动 简单说 权利小子想权利大 身往低的想 身往高 财富小子想 财富多 我们叫社会尊从 那么你底层 你只要想留住到中层 留住到上层 由底层往中层往上层走 中国俗话叫人往高速走 那个高可不是海拔的高 可不都想上中层吗 中国老板 方层的意思 那么他有民规则 比如特地 比如说考公园 还有潜规则 潜规则怎么来的 就是前几年 有个叫张玉的一个姑娘 她跑到北京 想进演艺圈 你告诉我 演艺圈的潜规则 是先上床 后上镜 先把导演 这帮老头子 给他做好了 因为想进演艺圈的 基本还都算 不要拍了 年轻姑娘 她就说 好 既然是潜规则是先上床 后上镜 她就跟导演 有权的人 导演早上发声了 可为给人提个信息了 但人家不让她推进 她就联合了几十个小姑娘 又同样遭遇到 到中央纪理检查团会 检查中纪委排队 二十分钟 撞到十五个大导演 说我们无耻 我们承认 但是我们假信 你说先上床 后上镜 我们就先上床 但你们导演 你们也无耻 你们办到老头子 玩到我们小婚 而且你们还不想信 玩都完了 不让我们上镜 结果中纪委排了二分钟 中纪委回答他 你 这几个小姑娘 你们撞到这十五个大导演 不是中管干部 中央组织 组织组 直接管他干部 叫中管干部 那就你就到中纪委 去靠房间 如果他们是地方干部 你就到地方纪委 如果他们不是党员干部 那你就到监察部 结果一调查 这十五个大导演 没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 直接管他干部 所以人家中纪委 没有收入 这件事登在报名上 你们知道 于是那年就出了一个盆 叫潜规则 说我昨天晚上 跟导演唱啥了 你的表达太土 太直白 怎么样 我昨天晚上 被导演潜规则 好 去年 09年 年度汉字 就是被 被 这个说法 算是滑稽 但是他反映了 被时代的 中国人的境遇 你被就业了 什么意思啊 大学 就业有指标 于是你毕业了 你没就业呢 你但是你已经上了 那个就业的铃铛 你说我怎么不知道啊 被就业了 经常会 你被代表了 你被爱资了 你被幸福了 是吧 你被 怎么怎么样 所以被呢 成了一个 中国的一个 与世 是吧 所以说去年 年度汉字 被老百姓认为 这是一次最没有被调查的 不是这是一次最没有被代表的一次调查 这次调查还挺好 居然把被子从年度汉字了 所以说你们说上个问题 你们得知道 中国 被子 把被子评为年度汉字了 什么意思 第一 你冲到被子不代表 一切都是被子 但是就体现了你的权利益 他发出了明确的 虽然是微弱的 但是非常明确的声音 就是不愿意被 对 什么意思 愿意当当家做主 愿意权利益 所以说人家 人家宝说 让你们每个人度过人家的生活 除了让 用心不大 但是他的意思是对的 你有可以吗 对不对 你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和全面的得到发展 注意这是中国一个大点 所以你现在要找中国的问题 你也知道 中国的问题很多 但他在成功问题之下 尤其特别是跟牛津大学的交流 牛津大学是全面的地方办法 人家将来呢 你们入围了以后 你跟人家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的 跟一个研究生 跟人家交流 非常好 为什么 人家肯定是英文很棒 你跟人家交流的英文也上去了 对不对 而且呢 你把你对于社会问题的利益 特别是中国问题的利益 跟他们的商业模式 如果你能结合 那你钱都不赖 因为英国人 或者说他们那个外国人 他们对于中国 他们怎么得到点呢 你跟他们讲这个背 他们听漫天没听谁呢 因为有多少翻译 你有注意 因为中国有好多话 是没法翻译的 你想去道理 对不对 没法翻译 你怎么翻译 你一翻译 我不说 信心量就丢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觉得这机会特别好 那么呢 中国呢 你比如说 比例子 中国 这个前两年 有一人写一本书 有五个人写的书 叫中国不高兴 我在中央面 来给听证他们 我说这叫什么书 我说这叫什么书 我说这叫法西斯 我说有一本书 他们让我 让我搞那个 我爱读书 其实他们弄了一本书 就刚才我讲的 包尔科山基也写 那本 刚才是怎么在乡 我说这就是法西斯读书 说包尔科山基说什么呀 说这一类的 快死了 他说 我这一类的 既没有路路 无为人羞耻 也没有君子 你还会傲差 我这一类都信 给了人类最美大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 这斗声 狂了不狂了 就这么一傻小子 他要解放圈呢 你给你想想 有人让他解放你 他不买了 什么叫解放你啊 用我的价值观 钱给你 所以说佛教说的 真解脱意思不怪 我信封这个 自我解放 没问题 为什么 回家 选拗了 给你啊 没人离开 你跑大街 选拗去 你试试 警察马上就来 拿一块单子 或者布 给你缠上 给你缠上 拜佬 你说我来 解放你们 我认为真解脱 意思不报 人家怎么还不脱 你让人家脱 人家说你要法律宝 对不对 你像斯大林当时我讲的 下令 发害人家 好几万战俘 还呆赃 飞鸟 斯大林双手 沾满了苏联共产党的鲜血 双手沾满了苏联各类精英的鲜血 当时 共产党有两派 一派叫少数派 双对梦是为错 一派叫多数派 成为布尔什维克 怎么样 多数派把手派干掉 干掉以后 多数派就叫布尔什维克了吗 怎么样 中央委员开会 中央委员100个 下一次开会 18年杀掉 记住 你们知道吗 他一次开会 就是得一次会 他就杀掉 70%的苏共 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 你说这什么东西 苏联各类的精英 他杀了至少400万 对多6千万 苏联一共才多少人呢 你们知道 前俄国多人呢 一共不到两亿 你这 有人说为什么 就早半到6千万 因为指数不好办 你怎么冲键 最少他杀不得了 一天他能批死一万个人 杀了亲自批死 把这一万人干掉 一天他批死一万个 当然不是说他亲自杀 他亲自杀一万个 他搞管了 但他的责任 因为他有这钱 他一勾 一勾干掉 他能批死一万个人 他应该批死一万个人 他可能会批死一万个人 他不得了 他可能会批死一万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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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